记者张群腾苗栗报道,根据资料显示,去年全国平均失业率3,8%苗栗县为3,6%在全国所有县市中为第二低县市,苗栗县政府17日将在头份市上顺娱乐世界广场举办农历春节过后首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将有15厂商提供700个就业机会, 3月起将在竹南及铜锣科学园区等地举办15厂次的真材活动,判增加苗栗县民就业率,苗栗县工业会及苗县府等单位今天召开记者会说明活动内容,县长徐耀昌指出,苗栗县有超过27万的劳工人口,他上任以来及成立劳工专责单位,扩大为劳工朋友提供及时多面向的服务, 去年为提升县内劳动竞争力,开办7厂次的职业训练专班,8厂次的就业促进课程以及14厂次的现场征裁活动,现场征裁活动共示出超过12000个职缺, 职业训练专班的训后就业率则高达72%,28%,超过劳动不定定的45%标准。 苗栗县府劳青处长彭德骏指出,今年度17日处在头粪商顺娱乐世界广场办理旺旺招财,得新应手就业博览会外, 并将与苗栗就业中心在竹南科学园区、铜锣工业区等处和办约15厂次的现场征裁活动, 盼办演业者与就职者的媒合平台,力拼苗栗现成为全国失业率最低的幸福城市。